台南农场赏花采咖啡泡暖汤 大片的薰衣草引风摇曳,美不生收 台南的这家休闲农场现在正繁花盛开 不论在哪个角落都可以见到美景 农场甚至引进了十万朵的郁金香点缀灿烂春色 而培育多年上百种的茶花也陆续绽放 上一年形成的珍贵木画石就摆设在树下供游客观赏 这里有极为原始的自然环境 也有美如三水画作的天然湖泊 住宿的木屋甚至就架在湖面上 农场随意一个休息角落都是风景 此外还有各种动物可以欣赏 他们精彩的体操表演尤其受得欢迎 离开农场还可以顺着这条公路去喝咖啡 因为咖啡馆伶俐 台南东山的175线道被称为咖啡公路 慕名找到的这家咖啡馆不但环境清幽舒适 她还有超级巨星Ella 可爱乖巧模样 让访客都真想和她握手拍照 Ella还会跟着主人出门到附近的园子里采咖啡豆呢 为了煮出好咖啡 老板从重度开始掌握品质 对细节更是毫不马虎 游客来到东山也可以走逛各个咖啡园 欣赏晒咖啡的乡村风光 而且当地甚至还推出昏炭采集野生蜂蜜的行程 咖啡大道也通往关子岭温泉区 这家温泉旅馆以浓浓的和风味主称 走光一整天之后 刚好泡个汤舒缓一下全身筋骨 享受其时光 动新闻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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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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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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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